小米在討論,這段時間為何我笑呢? 這段時間朋友覺得我苦悶 將一首MV不停播給我聽 那首叫《一加一等於阿二》 這個攝影儀給我看 我正不正,不知道各位朋友看了我沒有 當然,小米一向對演藝很嚴謹 我經常覺得,你沒有聲色藝就不要做演藝 不過,自從見過阿二之後 我就覺得,可能我已經退了這個年代 這個意思就是,已經不是我們小朋友 就是張萬玉,中彩雄,不是那些 那,阿二這個MV,直接令小米羡慕 短時間已經117萬 我想,大歌星都沒有,我真的這麼說 香港很多大歌星都沒有,那個MV Youtube都沒有110幾萬 我想這個110幾萬是短暫的 我想,他首播就是4月5日 其實都是頭未11日 我想,一直到4月底 還有15日,隨時衝到150萬至200萬 你真的令人很羨慕 這個攝影儀 你不知道為什麼 這是什麼現象,我也要參考一下 當然,這個MV,我平心而論 真的拍得不錯,拍得不錯 這間製作公司要獎 如果以前無線,是否有最佳錄影帶 這支應該是今年全年最佳錄影 就是這個MV,音樂影片 市場最佳的一定是,你不要說唱功 他這首歌很簡單 1加1等於阿兒 2加2等於阿4 роales 就像童謠一樣 阿兒又不是你4 他是一個rendo的 residence 哇,都是小 caliber 搞哪裡了 這個張uage fund 我不是說笑,你不要以為是說笑,但是你想一下,其實都是一個社會現象,是不是現在要反折,我們已經不需要,以前我們怎麼說,我們以為明星,我們有個樣子,她的樣子真的很像明星,現在不需要,現在真的不需要,你看回TVB也好,這個阿姨也好, 我不是說經常批評林成斌,阿博,不是說她不行,但是她是已經,我們以為的私義不是這樣的,不會爛聲,江頭,我們以前不會用這些,但是,自從阿博這個現象,我都覺得,原來,我再想回頭,不是太無聊了,可能她真的很勤力,很人緣各方面,是不是,就是你不會用破聲去做私義,但是她無線就是用這件事破你,是不是,爛聲來的,以前,如果我小時候, 你去考,她又做過DJ,證明,即使是我們那個,我小時候那個,即是所謂,這些所謂,不是審美,那些,即是那些,怎樣認為,哪些是好,哪些是壞呢,其實這個娛樂圈已經變了,即是由這個阿博開始,已經到了這個攝影圈,是不是,我不是說笑,真的,我現在要重新再學習,究竟, 你認為,以前我們就是學國的帥哥,周潤法,梁朝偉,劉德樺,就是男主角,都沒有勾到他,其實,沒有勾到他,但,即是我們那個玩法,就是一個大,大變,我看完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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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ic video,我知道,我就覺得,我們就是,我們,即是,整個世界,真的變了了,不要再,即是,我們, 你刻意追求那些令他登堂入塞的歌星也好,明星也好 你看幾個現象,星夢那幾個年輕人說真的,到今天 你看那些東西,寫的東西在網上,其實大家都知道是假的 但是呢,你看回頭,中年星夢那些老人,反而那些小龍女還是什麼 接下來會跟交響樂團,雖然我們不知道是不是正宗 都會開演唱會,很多商機,那些老人家 我們那個年代,我認為這些事情應該以前不會發生 以前有,有,以前有星寶之夜那些,但以前那些星寶之夜那些 那些是真的,我不知道有沒有假的 但是呢,那些是很均衡的,不會跳到十場,八場 都不輸,做幾個月的,其實不是比賽,明白嗎? 應該就是,人家中年好星,不是,中國好星也不會這樣 但是,他這個看著,可能不知為何,可能是洗腦 現在可能這種叫做洗腦式,就是這種洗腦式是更加… 不是,他就告訴你,喂,你不聽這班老人,香港沒得聽的 香港,香港的歌壇,喂,第一,好聽那些,大步都退休,要不就掛了,是吧? 不好聽那些,你也不會聽的,不如聽一下這些新的,阿叔,阿伯唱歌,阿姐 那些是洗腦式,每個禮拜都在說,然後找歌星去回答 其實,不是很厲害,我從頭到尾,但是,是洗腦的 這種洗腦式,還有,是吧? 接著,阿伯,阿伯每天都在做,哇,很有能力,很厲害啊 想想一下,原來告訴大家,我的思維是錯的,他很有能力 根本他是近年最優秀的一個思維 我也是,一生我已無,我一直想著,阿小米一歐,不是那一套 最後,你看看阿兒,阿兒說什麼? 不要笑他,行不行? 喂,他應該差不多接近是亞洲電視有史以來 我這樣說,我不知道亞洲電視的點擊最厲害的 我想,亞視,計算你,麗的呼聲,都沒試過一條片過百萬 我想一下,短時間而已,十天而已 接下來,我想百五萬,你拿來笑也好,不笑也好 但是,歌曲頭贏了,當然你未必會買,我不知道他會出唱片 但是,你一定會按進去,因為不是和朋友沒有話題 我起碼有兩個朋友發了這條片給我看 但是,以我以前年輕的時候,十年八年前,我十元夠的老母 你老母是,你明知道我最討厭這些,看上去吵的東西 但是,為什麼? 但是,現在我都想深一層,原來這個年代變了 第一,現在就是這個年代什麼年代呢? 不是貶,但都是事實,是劣幣驅逐良幣的年代 因爲沒有糧幣,那就是劣幣,就給你看看 看一看你就習慣了,對不對? 遲些找一個漂亮的阿姨小小的,都是奇怪的,可能不得了 老實說,我們現在,你看到,因為我們看來看去那些人 可能是娛樂圈的問題就是,我們看來看去那些人 好像沒有變了,因為我們看了三、四十年 周日發起碼看四十年,梁朝偉看三十年 劉德華看三十年,劉青雲看三十年 張家輝,起碼看二十多年,我們其實沒有變過 林家棟看二十多年,我們可能沒什麼新鮮感 所以現在整個娛樂圈的玩法就是要用一些偏風 然後試試一下,林成斌可以,可以進屋 原來以前我們沒有,你見到一個思議爛聲,沒有 但是可能這樣是貼地,我現在才明白,真是不好意思 我說你最近反思,沒有明星,香港明星只有一隊樂隊 WTV的隊樂隊,沒有其他明星 接著你再看,正義回郎一部電影 再看那兩個男主角,尤其是那個,男主角相當之醜 但不要緊,這部電影都鬧了,鬧了,鬧了,沒有所謂 好,到阿怡了,正路各個笑咎,但我看過那些留言 在Youtube,很正面,大家都接受了,不是玩笑咎 大家都接受了,阿怡,阿怡她的玩法 即是香港人接受了,是覺得她現在就信 阿怡,她三十八歲,正路就不可能 但可能那些人現在就想心一層了,就是什麼呢 就是她奮鬥,她這樣的樣子,這樣的資質,她都奮鬥 那你屁股香港人從不來 你當她玩又學好奇妮又可以,又穿泳衣出來 全部都是做如來必死的事,但放在她身上,她活動 我成敗倫英雄,老實說,你找個最冷當紅的歌聲 未必有一百萬,老實說,不過阿串 阿瑪克德爾,她經常做導師,她有沒有片 有沒有歌,友誼之光,她唱這麼多節目 有沒有片過一百,一百一十萬,有沒有阿怡這麼厲害 即是我們現在又要接受這些事情 即是整個年代變了,是扭桥 不行的東西,我都要當成功 這樣呢,人都會舒服些 我想這個年代真的是這樣 以前我們不會發生的 你都會說錯,怎麼搞錯,這麼醜的樣子 回家,即是說真的 以我們小時候的娛樂圈的心態 阿怡連做妹仔都沒有資格 即是你做妹仔以前也有廖安麗,陳安盈那些 但現在不是,她只能做女主角 你看她這樣,是吧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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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真心佩服,他們覺得他們的幕後團隊真心做的事 那就是了,所以以後呢,誰的老友都不要小看自己 不要想著人,以前你說你樣子像賊,不所謂 最近我不知道,總之我聽公司的私人說 那套隱形戰隊,最多人說就是陳展鵬 做壞人,陳展鵬做好人都沒有這麼多人說的 做壞人,整個反潮流 陳臨成鵬做也有,你連到之前那宗容詩案 那宗結婚都是他做私人的,他做私人都知道 發到媽媽不認得,發到物品都穿不下 為什麼呢?正如你結婚不會找破聲的人去 可能他的樣子是福氣的,又要包裝厲害的 我們經常看娛樂圈,我們已經要扔下周潤發,劉德華,梁仁慧 那些人都不行的,越騎勵 才會越貼地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事情都想不到為什麼 香港這個社會是,很多事情都跟我們以前不同 都跟我說過很多次了,是我們想不到為什麼 想不到為什麼才是最合適的事情 這是真心的,阿儀你講的為什麼有百多萬點擊 就要笑你都不會看,有百多萬點擊 就要買點擊,那你也要扶勾人買到百多萬點擊 你看到我剛才講的例子,全部以前不會發生的 但現在全部都發生了 那你身為一個貼伏的中國香港人 那唯有要接受,要學習 國內最喜歡講這個字,學習 現在我遲些都看到這個小卿,我都叫他老師 這麼厲害,因為你根本很多現在老牌的歌手 每人都有一個過百萬點擊 我説成賣論英雄是多厲害的,百多萬人看 我想Youtube也賺了多少錢 這個都是一個,整個玩法不同了 這件事我也覺得 不過我不知道最後,娛樂圈的影響 是不是我們要永續,沒有辦法一直這樣 沒有新的人出現,我們永遠再要走人化也好 梁哲偉也好,誰也好 我們永遠都要永續 是不是 因為兩極化,不是要看那些的 這個沒有辦法,你看到 中年好聲音,沒有辦法 但是每天都是阿叔,阿伯出來唱 明明都不行,因為以前 明星家族不能唱的,沒有所謂 現在都可以 誰的父親,誰的父親都可以 職員家姐,沒有所謂 不要緊,又來打破 你想想,這個年代真是變了 我們一定要接受一些劣幣驅逐良幣 我們還是要接受這件事 但是我們還要調整個心理 就是劣幣不要笑 因為整個香港的潮流就是這些 以前你不吃藍蘋果,但現在的藍蘋果 可能人家感覺有些藝術感 這個就是整個年代變了 所以小米都現在在學習 我不知道工聯會有沒有班上 我都要學習一下 這套藝術,我將來見到 這個林成斌老師 舍映儀老師,都要學習一下 為什麼明明不行,都能夠變得這麼厲害 所以小米都是 因為太多禮 太多禮 所以今天搞到今天做KOL 都不成功 是不是 就是不成功,一定要跟他學習 我不知道有沒有老朋友 剪一首歌給我唱 1加1等於小米 現在也等於阿四 但是小米不是等於你阿四 Bab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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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會不會有超過一千人點擊 不是笑 大家要說一下 你心目中娛樂圈的心態是什麼 是不是這樣玩 可能叫得淡笑 現在是香港最受歡迎的東西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如果是,我也先恭喜 這個現象很奇怪 但是,以前我沒有經歷過 但是這幾年,這四五年 突然間真的好 是,我也要轉調 真的 好了 今集小米聊天講到這裡 你們講一下你們心目中 有沒有看這個 video啊 捧牆牆啊 砌狗二百萬啊 多點送給朋友啊 好像我的朋友那樣 傳給我看啊 好嗎?今集到這裡 小米聊天 接下來繼續跟小米聊天 好嗎? 好嗎?